今天进山走走 一不小心滑进草窝子里面 发现野生的玉竹 玉竹又名尾身 地管子 铃铛菜 威蕊等 下面也有一颗 玉竹在形态上 根状晶圆柱形 玉竹是要食两用植物 其花 果 叶都具有 较高的观赏价值 看来越也越有惊喜 好像不止一桌哦 还有几桌小的 长得翠绿挺拔 小狗狗还在上面 好像不敢下来 六个月的小狗 胆子和体力还不够 这一株真不错 看还结了绿色的小果子 只有两颗种子 一抬头 跑下来了 这一株刚才滑下来 不小心滑透 玉竹是吸引植物 耐音性强 强光照会使叶片灼伤 掌势一体好看 玉竹可与其鸭 鱼 泥丘等 食物搭配煲汤 既然踩住了 扒开来看看 玉竹的抗逆性较强 对水分需求较少 适宜粗放性管理 玉竹可与其鸭 镰刀是个好东西 皮卡蛙都不在花下 慢慢来 不要挖烂 天气干燥 泥土有点硬 近山带一把刀 遇到刺藤还可以劈开一条路 长在浮土表面 不是很深 终于出来了 没有往外 带回去种植起来 气垫声有七个囚禁 不错 虽然小了一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最后这个呆感直接割断了 有个新的牙是明年的主力 喜欢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